由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共同主办 由美国大西北总商会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总承办 惊情中华 魅力陕西卫侨演出 洛杉矶首演近日圆满螺幕 当晚的演出吸引了上千名观众前往观看 演出团为南加州的华人华侨 美国主流朋友奉献了一场展现 博大精深 灿烂多彩的中华文化和浓郁陕西风情的实听盛宴 蒙特利公园市市议员林达坚 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尚小红 美国大西北同乡会会长贺钧等百余位来宾以及各界侨胞出席了当天的庆祝活动 我们要为两国各界交往搭建更多的平台 提供更多的便利 让中美友好 星火相传 生生不息 黄河隐喻了华夏民族 长江建政了炎黄子孙 美国大西北总商会会长江峰年还表示 亲情中华魅力陕西为美国朋友献上了一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艺术盛宴 亲情中华活动已经在全球举办了十年 亲情中华魅力陕西是第一次走进洛杉矶 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他将载入史册 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尚小红表示 有幸能够与大家相聚在美国洛杉矶参加联欢会 代表陕西省侨联向大家致以深切的慰问 并向一直关心祖国 关心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凤凰卫视前立涛 洛杉矶报道